第2469集 邓绍峰疯狂地后退着 想要远离叶琛脚下的高胎 可突然之间 一双双手掌却狠狠地 按在了他的身躯之上 周遭那些刚才 还为他鼓掌 对他无比羡慕 附和他对叶琛的嘲讽的舞者 此刻却仿佛一只只恶鬼般 按住了他 强行推着邓绍峰 向着高胎迈进 邓绍峰浑身灵力激荡 疯狂地挣扎着 可是再挣扎 能挣扎得过这数百万舞者吗 很快 邓绍峰便被那些舞者 狠狠地扔在了高胎之上 他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 突然看到了面无表情地 站在夜晨身旁的陈远彪 眼中骤然浮现了一抹光芒 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邓家与陈家都是明州的波云师家族 虽然邓家的规模和陈家是天差地别 但两家好歹也在一些波云师家族的聚会上相互见过 偶尔门下子弟也会互相见面 算是有些交情了 邓绍峰瞬间扑到了陈远彪的身前 哭喊道 陈伯伯 您救救我呀 这小子绝对不可能通过高级波云师考核的 他肯定是作弊了 陈伯伯 请您看在两家的交情上 替我主持公道啊 叶辰面带笑意地看向了陈远彪道 好 陈大师 是这样吗 陈远彪文言 面色瞬间冰寒了下来 他冷冷地看向邓绍峰道 邓公子 你的意思是 老夫作为夜市天公子的考官 糊涂到连他考核之时 有没有作弊都分辨不出来了 他已经决心要交好叶辰 要让叶辰加入明州波云协会 别说是邓家的一个年轻人了 就算是比邓家再大十倍的家族 出现在这里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叶辰这边 一个波云宗师 对波云协会而言太重要 而叶辰在陈远彪看来 即便现在还达不到那个层次 也绝对是整个明州 最有可能成为波云宗师的存在 邓绍峰瞬间神色一变 疯狂摇头道 陈伯伯 您误会了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够了 陈远彪猛地立鹤一声道 邓绍峰 邓家就是这么教你的 既然你喜欢赌 那么就要服输 别说你我两家基本上没有交情 就算我们是世交至好 老夫今天也绝不会有任何寻思之处 下一刻 轰隆一声 一股庞然气息 骤然自陈远彪体内爆发而出 他面色严厉地看向邓绍峰道 你不是要我主持公道吗 好 我现在就来主持公道 老夫献你三个呼吸之内 履行与叶公子定下的赌约 否则的话 老夫将以品行不端为由 剥夺你的终极波云师执照 并且别说万年了 永生永世 不得参加波云师考核 在场的舞者文言都是一愣 这陈远彪 是一点都不顾邓家的情面了 而邓绍峰更是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了 他只感觉自己在做梦 一个永远都醒不过来的噩梦 陈远彪双眼微眯冷喝道 我们明周波云协会 不需要废物 现在向叶公子磕头道歉 邓绍峰在这一声冷喝之中 神魂都要消散了 他早已泪流满面 眼中满是屈辱与不甘之色 下一刻 这邓绍峰竟是发疯般的抱贺道 给我死 你死了就没有什么赌约了 说吧 竟是灵力狂拥 宛若一条疯狗般的朝着叶辰扑去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陈远彪冷哼了一声就要出手 将邓绍峰镇压 可就在此时 一道影子却从其眼前闪过 只见叶辰手持一柄漆黑长剑 浑身妖气弥漫 一股宛若蔑视之臣的黑色气云 缭绕在煞箭之中 同时 体表散发着皎洁的微光 宛若明月照耀一般 他嘴角带着一丝冰冷笑意 非但没有任何闪避 防御的动作 反而朝着邓绍峰狂冲而去 邓绍峰见状面露喜色 双眼冲血 神色欲发扭曲 争宁了起来 他可是堂堂补天镜的存在 而眼前这该死的小子呢 就算高估他 也就只是圣祖性修为吧 竟然还敢不知死活地 冲上前来应战 他邓绍峰的人生算是完了 彻底地完了 活着和死了 没什么区别了 就算他杀了叶辰 会激怒陈远镖那老东西 被其灭杀 可死前能把这小子 拉下地狱陪葬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下一刻 邓绍峰体内滔天灵力 急速运转 一只宛若灰黑玉石 雕琢而成的手套 出现在了他的右掌之上 与此同时 一道狂风席卷四周 竟是将不少舞者 都掀得站立不稳 这凭空出现的狂风 来自于邓绍峰右掌之中 爆发而出的惊悚掌翼 那掌翼就像是一个 吞噬万物的漩涡一般 将这整座波云馆 都笼罩起下 而漩涡的中心 正是叶辰所在的位置 一众舞者见状 都是微微惊讶 这邓绍峰的这一掌 颇为惊艳 此刻虽然他身上的气息 因为烟灵石的遮掩 晦涩不清 可这一掌至少也拥有了 补天境三层天的实力 本来在许多人面前动手 是暗喻的禁忌 即便动手 也不会全力爆发 而是有所保留 可此时的邓绍峰 显然已经是不顾一切了 而原本正准备出手的陈远彪 此时却是目光微闪 诡异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 没有任何动作 那数百万舞者健壮 都不由地朝着夜晨看去 夜晨已经在波云考核之上 创造了奇迹 他们自然也对夜晨的实力 产生了一份好奇 那姓林的文雅青年 也是双目紧盯着夜晨 神光闪动 骤然间一掌轰下 高台之上 一道巨大的灰黑掌印凝聚而出 掌印之上 缭绕着一只只 喷涂黑炎的蛟龙 一瞬间 整个波云馆都炎热了起来 这掌印一出 整个高台都被压得低矮了一分 而那一头头蛟龙 喷涂的黑炎 也极为恐怖 仿佛能将这暗玉 都焚化为焦土一般 虚空都被烧出了 一个巨大的空洞 这掌印出现的瞬间 便是一颤 以迅雷之速朝着夜晨轰去 而夜晨此刻 依然没有丝毫地动摇 只是手中长剑 剑锋之上 渐渐泛起了一阵寒光 邓绍峰见状狂笑道 蠢货 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在本公子这黑炎神交掌之下 化为灰烬吧 夜晨的面庞上 骤然浮现一抹邪性的笑意 让原本正在狂笑的邓绍峰 肌肉一僵 心中寒意泛滥 竟是再也笑不出来了 夜晨看着飞速朝自己落下的掌印 目光如星辰般闪动 看来 这暗喻的舞蹈确实强大 邓绍峰的这一掌 比之月魂玉 普通补天三层天 存在的一击 还要强上数分 可这样的一掌 对如今的夜晨而言 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威胁 下一刻 夜晨手腕翻转 煞剑之上的剑芒骤然一胜 天地静止 真武之意激荡之中 一道宛若能将世界 一分为二的寒光 从那黑炎掌印之上一闪而逝 这一刹那 万众舞者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然后便是轰隆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巨大黑炎手掌 便在众人的眼前 宛若一场盛大的黑色烟花 突然绽放一般 轰然爆裂 同时炸裂的 还有邓绍峰的身体 一道剑痕 宛若鸣刻一般 斩入了他的胸口 鲜血 海量的鲜血 宛若喷泉一般 从伤口处狂涌而出 化作了黑色焰火之中的血雨 邓绍峰惨叫一声 整个人的气息 瞬间萎靡了下来 像是一具死尸一般 瘫软在了高台之上 那万众舞者健壮 都是面线惊悚之色 这补天镜三层天的邓绍峰 就被叶辰 这么一箭秒杀了 而且还是一副 无比轻松的模样 他们知道 叶辰若是想杀邓绍峰的话 此刻邓绍峰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甚至连尸体都无法剩下的 不过 叶辰没有这么做 而是在最后留守了 原本他们还想通过这一战 看出几分叶辰的实力 可如此一来 却是什么也看不明白啊 他们只知道 叶辰的实力 绝对超越了补天镜三层天 甚至可能是补天镜中期的 任何一个境界 至于具体超越了多少 就不得而知了 在场的舞者 大都是练有 波云三法的波云师 此刻有不少人 都是露出了 难以置信之色 一时间 思维都有些混乱了 很明显 这些人是修炼了 通缘法的波云师 通缘法 虽然相对而言 是修习难度最低 对资质要求最低 波云成功率 也最高的一种法门 若是没有在 其他两种波云法上 卓越的天赋 大多数人 修习的都是通缘法 可通缘法的缺陷 此刻便完全暴露出来了 其他两门波云法 感知的乃是 舞者的真实实力 而通缘法感知的 却仅仅是修为而已 虽然修为和实力 特别是对于 较高舞蹈境界而言 大多数时候是一致的 可世上总有一些 像叶辰这样 不能以常理看待之人 而这之中 最为难以接受的 就是邓绍峰自己了 波云考核上 他赌输了 现在连五到十里 都被对方碾压 这对一直以来 都是邓家天之骄子的 邓绍峰而言 是多么巨大的打击 可想而知 再次游戏 再次游戏